兄弟们 来奥迪赛电 尝尝闲店看看现在的车价降成什么样 进门就看到个铁货 s 起 这还是个限量版兄弟们 这不得给电总配蹦起来呀 2.9t 真好啊 那奥迪s 起 rs 起 rs 6 让我想起了远在北京的同行宝贝 纯纯老咕噜棒的快库存一娘了兄弟们 下个月就一娘了 指导价108万800 现在你要按揭干的话90多兄弟们 90多多少就得看你怎么刀了 这玩意兄弟们 隔三天都快过年了 问一下销售老师 如果说让你同样价位 你干这车还是干 s 开始 销售老师说这玩意是花剑银很少 你切记新车买完你二手车你卖的时候直接给你赔蹦起来 还限量有啥用啊 黑色的宝质 买个黑的你归头贴一个花剑银吧 这银那银的有用啊 这点好吧兄弟们 有宝贝之白呀 麦巴赫赫这车你咋选了哥 这个性价比高 这玩优惠玩100以内吗 他货席也是哪了哥 听说这玩意专供吧 就国内有啊 德国本土都没有家常货席吧 那这种专供车型 能行 说白了这内饰显得高贵 不是说我这种人呢 你说这玩意我身上埋了不胎的坐进去 这两三天都得戳戳戳累了 刚才显带兄弟们 哎呀 这是比普通a8的座椅得劲 但是啊兄弟们 但说句实话 你是奥迪一份的话 想刚才顶级的货席这玩意买去88扣的贴个6 让你真是哪呀 头子满满灯灯服务东海越来越好不老人货售品来散了 四驾车 奥迪Q8退役下来的兄弟们 这一车不得让人踩爆炸了呀 四驾车不能买啊 家人 肖少老师跟我说 这个Q8也就个店门口市区流的流的 没让人踩蹦起来过 你说我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呢 还是应该相信肖少老师的话速呢 买车前参考一下总车的降价排行榜 买完车的宝贝就别看了 2020年买车千万变买贵了